所以現在有男女朋友趕快分手 也不是這樣講 就可以趕快去陪有那個情緒 試鏡的時候大家要秉持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不要臉 你必須要先趕你才能讓人家看到你的表演 我覺得這一行不可能會越走越差 除非你有比如說負面新聞 怎麼會你這句話 有負面新聞或者是你不愛惜羽毛 例子就不用舉了 不用舉了很多啊 這裡Google就有了 時間是會隨著你的經驗 這個方向 成正比往上 就是加油 多談戀愛啊 因為會演得比較好 多談戀愛嗎 多被人甩啊 故事就會哭著你講 我們不是才跟人家講說 不會不行 不是說 有事不要那個人 所以現在有男女朋友趕快分手 也不是這樣講 就可以趕快就陪有那個情緒 都覺得說不要涉嫌 只要有機會東西要好好把握 機會是有回準備好的人 一定要不斷的努力更充實自己 我們現在離開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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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開場團 不要 要來 然後今天在我室 它場團還就很長耶 好 那我長話短說 也不要長話短說 你可以說更多理由在那邊 不要緊張 可以在那邊看他們出影片 我覺得專業的理由 老師會教你們 我沒有什麼資格 有幫忙 尤其就是找大家 有跟朋友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經驗 不要緊張吧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如果有夢想就要進去做 你想要當你低 你想要當你後 你想要當學者學弟 我覺得很好 但是你要怎麼去實現你的夢想 要記得今天為什麼要做來怎樣 為什麼要進這裡好 這個夢想的重量是很重要的 是 都會提醒 心人打開門 對啊 要去四庭 八方 沒關係 沒關係 OK 把握了一個夢想或機會的時光 然後去享受 不用想要表現的原因幾次 但是我覺得先放鬆 因為放鬆總是可以在最好 最鬆的狀態會讓你成為最好 可以好好的表現自己 因為我常常遇到那個 道倫老師講的 就是 好像要把那個 不要臉 就是 丟掉 不要臉 不要臉 就是要當一個不要臉的人 我就讓大家看到 我是什麼樣子的 恭喜大家 就是成功 踏出第一步 那千萬不要去等待 你可以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不要去創造一個 你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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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去